這事故頻傳 有的車的騎士不熟悉 操作的方式摔得四輪朝天 還有人分心 整輛車都摔到了田中央 最後還要動用吊車前來救援 清明連假第三天 綠於盎然的台東博朗大道 比市區更熱鬧 卻發生多起摔車事件 大紅色電動自行車 很躺在稻田裡 四名乘人一起拉 自行車依然動也不動 剛從田裡爬起來 婦人驚魂未定走路顛簸 但博朗大道意外 不只這一出 白色四輪機車摔進田裡 前方擋風玻璃掉在路旁 車頭烤機也被刮花 最後出動吊車 將車輛從田中吊起 疑似不遵守規定摔進田裡 換其他的第二轍的騎乘 將是導致會受傷 清明連假 大民眾掃墓出遊 北部東北部地區景點 人聲鼎沸 來到九份老街 遊客擠得水洩不通 大批車輛湧入東北角 警方也實施交通管制措施 在宜蘭人在地美食 蔥油餅店門都還沒開 就有民眾提前半小時來排隊 伴手禮店也是大排長龍 就連先前出現沸沸風波的新竹六福村 同樣湧現大批人潮 派對購票至少就要30分